来 恭喜娘娘 不知准的 我竟不敢迈出这宫门 嫁入喜悟宫 是娘娘多年的夙愿 娘娘应该开心才是啊 如今还怕什么呢 我怕 她会介意 我曾是天君宫里的人 娘娘也是委屈 明明是天君赐婚 这太子殿下 却不肯与你拜祭四海八荒 将你迎娶入宫 只叫我们 独自坐着不撵去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从今夜起 我就是喜悟宫里的侧妃了 叶华的侧妃 我许嫁她 君上 外边人传话来 素锦娘娘的布点 已经快到喜悟宫了 是吗 君上 不换医生吗 这宫里的红烛痕迹 都给我换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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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你看 太子殿下怕委屈了你 亲自引你进门呢 叶桓 你回来了 你回来了 叶桓 你回来了 怎么还是不爱说话 没关系 我早就摸透你的性子了 既然你不爱说 那我就多说些喽 从你生下来 就是我唯一的亲人 叶桓 信我 这世上 不会有任何一个女人 比我待你更好 我 不得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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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今也算是归还了 过去九师兄最喜欢来此处寻物 也是他明明不喝酒 却要成日来打扫 今日若他也在的话 应该有他忙活的了 我的玉清昆仑膳呢 玉清昆仑膳突然消失 可是受了他主人的照例 还是去了何处 昆仑薛的法器弄去何处 莫非是死因显身 是徒儿不孝 险些将你给弄丢了呢 是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志愿传文一般 昆林煦弟子算计 此天荒废了七万年 才没有任何生命的气息 本君等了你很久了 你去了何处 孙儿去了趟昆仑旭 方才欲君昆仑善凭空消失 孙儿猜想 或许是慈善的主人 思音尚先回来了 墨渊是父神的嫡子 他的先蹄下落不明 也是本君多年来的心结 若能找到思音 说不定真能知道 墨渊的下落 可惜 他并不在贵律序 不过七万年已经过去了 此事也急不得 本君今夜等你回来 主要是为了肃静 当初 他在众人面前 献上了劫破灯 本君就应允了 他嫁入起乌宫 天旨已下 他已是你宫中的侧妃 此事你硬也罢不硬也罢 都是改变不了的 既然天旨要给四海八皇 一个交代 孙儿也只能应了这套旨 不过喜悟宫大响一百多殿 除了孙儿的一览芳华 和紫辰殿之外 他要住在何处 都与孙儿无神关系 这上班质 还不认识 和纫辰殿之外 赶着你们 ا责任 agu心 Jetzt 她不认识 她就有个答案 她不认识 她不认识 来 这个家でも 感谢观看